极品妹子独自荒野求生有多危险 刚当美滋滋洗完了澡 之后竟然遇到了怪人闯进了庇护所 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害人了 不得不说 除了人祸外 动物带来的危险也不少 比如说辣条半夜爬床这样的戏码也不少 作为呆萌妹子荒野求生的典范 银宝可以说是直接做起了示范作用 为了实现吃肉自由 银宝展不仅手握弓箭与凶猛的鳄鱼 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 更是采用了二三十斤的石块进行锤击 以及手臂粗细的棍棒抽打 最终给了鳄鱼一个致命的打击 至于那只大鳄鱼的归途 可以说是相当的悲惨 它被银宝制作成了熏烤鳄鱼 成为了它口中的美食 而鳄鱼皮更是被它巧妙地利用起来 卖出了天价 这无疑是对它求生技能的又一次肯定 除了单挑鳄鱼外 银宝还展现了它在陷阱制作方面的天赋 它在地上打造的地坑逐渐陷阱 密集而恐怖 仿佛是一个剑阵一般 这让人不禁猜想 莫非银宝上辈子还是一个见先不成 否则它又怎能如此熟练地运用这些陷阱来保护自己呢 银宝 一个充满勇气与智慧的女孩 独自踏入了这片广袤的荒野 她的首要任务 便是为自己打造一个安全而舒适的庇护所 以应对夜晚的寒冷与未知的威胁 在这片地势较为平坦的山地之上 银宝展现出了她出色的野外生存技能 她挥舞着锋利的斧头 玉树砍树 建木伐木 不一会儿 便清理出了一大片空地 这片空地将成为她庇护所的基石 承载着她的希望与梦想 砍下的树木在银宝手中变得格外珍贵 它们将成为建造房屋的最佳材料 银宝深知 要想建造一座稳固的房屋 材料的选择与处理都至关重要 她细心地将树木分解 尤其是那根根粗壮的栗柱材料 更是需要精心打磨 为了确保房屋的稳固性 银宝在栗柱机坑的挖掘上可是一丝不苟 她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将四个机坑挖出了近乎一米的深度 然后 她将栗柱小心翼翼地栽入机坑之中 并用回填土将缝隙填满导石 这个过程虽然艰辛 但银宝却乐在其中 因为她知道 只有打下坚实的基础 才能建造出真正稳固的房屋 随着四根粒柱的力气 银宝开始着手处理屋内的圈梁 她利用长铁钉将砍出凹槽的圈梁固定在粒柱之上 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框架 这个过程虽然看似简单 但却需要极高的技巧与耐心 银宝小心翼翼地操作着 生怕出现一丝差错 在完成了主体框架的建设之后 银宝开始着手处理房屋的地面与阳台部分 她在圈梁之上铺设了厚厚的木棒作为地面 并在悬挑出来的部分增加了三根力柱进行支撑 然后 她又在房屋的主力柱上架设了三根系梁 并采用了三角屋架来加固屋顶 最后 她用一根长木棒将两组三角架连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屋顶结构 虽然银宝建设的速度看似飞快 但实际上 她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花费了大量的心思与时间 从收集建材到切割木材再到安装固定 每一个步骤都凝聚着她的汗水与智慧 好在安装的过程相对简单 采用了大铁钉连接的方式 否则的话 怕是半个月都完不成主体框架的建设 在完成了庇护所的主体框架建设之后 银宝并未止步 她的目光转向了房屋的墙面与屋顶面层的处理 作为一名有着独特审美和创意的野外生存者 她并没有选择那些被众多野外生存者惯用的竹子墙面 而是决定尝试一种更为新颖 更具挑战性的风格 纯树藤墙面 这个决定无疑增加了银宝的工作量 因为收集树藤的难度远超过收集竹子 树藤生长在茂密的丛林之中 不仅难以发现 而且采摘起来也颇为不易 银宝需要穿越荆棘密布的丛林 小心翼翼地攀爬在树枝上 才能找到那些合适的树藤 她的双手被荆棘划伤 衣服也被树枝扯破 但她却从未有过丝毫的退缩 然而 正是这些艰难的经历 让银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她相信 只有不断挑战自己 才能发现自己的潜力 才能在荒野中更好地生存下去 因此 她一次又一次地深入丛林 收集着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树藤 经过两天的艰苦努力 银宝终于完成了树藤墙面地建设 当然 屋顶的处理可不能忙 毕竟谁也不想在雨夜中 听着滴滴答答的漏水声 银宝伸至这一点 所以她并未选择树藤来覆盖屋顶 而是巧妙地利用了棕榈树叶 她先是收集了大量的棕榈树叶 这些树叶宽大而厚实 是天然的防水材料 接着 她将这些树叶巧妙地扎在长竹条之中 编织出了一排排的树叶污面 这样的污面不仅美观 而且实用 在铺设的过程中 银宝更是注重细节 每一排树叶都紧密相连 上层的树叶巧妙地盖住下层的树叶 确保屋顶的防水防御效果达到最佳 银宝并没有满足于紧紧完成屋顶的建设 她还考虑到了房屋的采光和透气性 于是 在屋面上留下了一处采光景 这样一来 阳光可以透过屋顶洒进屋内 使得整个小屋充满了自然光 同时 采光景也保证了屋内的空气流通 让居住其中的人感到更加舒适 当整个房屋建设完毕后 银宝站在小屋前 欣赏着这个充满野区的小别墅 从各个角度看去 它都显得那么独特而美丽 无论是那纯树藤的墙面 还是那踪于树叶编织的屋顶 都彰显着银宝的智慧和创意 然而 银宝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她知道 房屋建设好之后 前面那片开荒出来的土地也不能浪费 于是 她决定建造一个小院 将这片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她先是在土地上立起了两根立竹 作为小院的大门 接着 她将一根根削尖了脑袋的木棍 按照X形状的搭接方式 沿着土地的边缘进行圈地 这个过程虽然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却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银宝一丝不苟地完成着每一个步骤 确保小院的围栏牢固而美观 在小院的围栏顶部 银宝还细心地绑扎上了一整圈的长木棍 使得整个围栏更加完整和结实 而在小院大门的门框顶部 她还特意挑选了一颗造型有意境的木头来装饰 使得整个小院显得更加别具一格 既然要建造小院 将土地利用起来 那么锄头这种实用的工具自然是少不了的 银宝深知这一点 所以她早早地就准备好了锄头 准备在小院里开垦出一片菜底 种上自己喜欢的蔬菜 银宝精心准备了两把锄头 一把板锄和一把十字枣 这两把锄头各有千秋 十字枣攻坚能力强劲 是挖掘坚硬土壤的得力助手 堪称破土利器 而板锄虽然破土能力稍叙 但在整理和收纳土壤方面却表现得尤为出色 利用这两把得力助手 银宝开始了她的地面改造工程 她先是在地面上挖出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这条路径将成为连接大门与楼梯的重要通道 接着 她收集了大量形状各异的石块 精心铺设在路径上 步道更加生动自然 银宝又在附近收集了大量的苔藓 这些苔藓绿油油的 生机盎然 银宝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铺设在步道上石块的空隙处 一时间 整个步道仿佛披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 显得充满了生命力 然而 用水问题一直是银宝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无论是苔藓的养护 小院的种植 还是她自己的日常生活 都离不开充足的水源 为此 银宝决定在小院旁边打造一座蓄水池 她先是选择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地面之上挖掘出了一个截面为长方形的大坑 这个大坑将成为蓄水池的主体部分 接着 银宝又砍来了几段粗壮的老木头 将它们巧妙地围在了土坑边缘 这样既可以防止土壤坍塌 又可以增加蓄水池的美观度 最后 银宝拿出了带来的防水布 用一整张的防水布将整个土坑给彻底地覆盖了起来 这样一来 蓄水池就可以有效地蓄水而不漏水了 至于水源的问题 银宝也早有打算 他知道 想要引来水源 就必须有输水管道 于是 他挑选了一些长竹子 将它们的竹节处一一打通 这样长竹子就变成了荒野之中最佳的输水管道 银宝将这些竹子架设在木架子之上 一根管道接一根管道的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长长的输水线路 最后 他将这条线路接引到了高处的山泉之上 这样 泉水便会沿着管道顺流而下 最终流入到蓄水池之中 有了这个蓄水池和输水管道 银宝就有了充足的水源用来浇灌苔蟹 养护小院已经满足自己的日常生活需求了 他站在蓄水池旁 看着清澈的水流缓缓流入池中 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悦 水源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 银宝并未停歇 他深知接下来的任务同样繁重 于是 他花费了不少时间 将剩余的土壤进行了细致的翻整 他利用短除 将大块的泥土敲碎 使得土壤更易于蔬菜的生长 接着 按照自己的规划 他将土壤分割成了一块块整齐的区域 在每一块土壤上 银宝精心撒上了不同的蔬菜种子 这些蔬菜不仅是他日后生活的顶级食材 更是他在这片荒野中自己自足的重要来源 为了让种子尽快发芽 他深知前期离不开充足的水分 因此 他时常为这些种子浇水 确保它们能够吸收到足够的水分 外部环境处理完毕后 银宝开始考虑自己生活做饭的问题 他深知在野外生存 一个稳固且实用的火糖是必不可少的 于是 他动手制作了一个一米建方的木框架 并将其稳稳地放置在了屋内地面之上 为了防止黄泥土从缝隙中露出 他还在木框架内铺满了芭蕉叶 接下来 银宝开始往木框架内填充黄泥土 他小心翼翼地夯视每一层泥土 确保火糖的坚固和耐用 完成这一步后 他又在黄泥土边缘加设了一整圈的石块 这样不仅增加了火糖的容量 还能有效阻止热量波及到四周的木结构 确保居住的安全 随着火糖的完工 银宝的整个建设部分便告一段落 他站在小屋前 望着这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家园 心中充满了满足与自豪 接下来的日子 搜寻食物成为了银宝的首要任务 在这广袤的山野之间 食物的来源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如竹笋 山药等植物性食物 另一类则是野生的动物 然而 对于初来乍到的银宝来说 优先考虑的无疑是前者 毕竟野生动物可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在附近的山林中 银宝意外地发现了不少山药的藤蔓 他兴奋地顺着藤蔓挖下去 果然挖出了不少野生山药 这些山药在城市里 可是能卖到十几块钱一斤的珍稀食材 而且往往还很难买到如此纯野生的品种 然而在这里 银宝只用了半个小时就收获了五六斤的山药 这让他感到十分惊喜 不过 山药并不是今天最大的惊喜 最为让银宝激动的 是在竹林边上发现的一个竹鼠洞 这个洞口还残留着新鲜的竹鼠粪便 这意味着里面很有可能住着竹鼠 银宝顿时兴奋不已 拿起手中的铲子就开始疯狂地挖掘起来 挖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银宝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竹鼠头在洞内探出 似乎在查探外界的情况 看到这个情景 银宝的干劲立刻提升了好几个等级 他更加用力地挖掘着 哐哐哐的声音在竹林中回荡 竹鼠在银宝的猛烈挖掘下 很快便露出了完整的头部 口中呼吱呼吱地仿佛在问候这个不讲武德的女 毕竟银宝都快把他的家给拆了 为了方便抓取这只大竹鼠 银宝找来了一根竹叉 他巧妙地利用竹叉先插住竹鼠的脑袋 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将其抓出来 在一人一鼠的一番激烈博弈之后 拥有更高智慧的银宝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胜利 他最终成功地将竹鼠抓了出来 并且还找来了一根竹子 将竹鼠的尾巴夹在上面 并牢固地绑扎在竹子末端 就这样 这只两三斤的极品大竹鼠被银宝挑在了竹子上 此时的他即便是有着四条腿也好无用武之地 只能乖乖地成为银宝的美食了 最终 这只极品大竹鼠南陶被银宝带回庇护所的命运 狗子和猴子虽然离开了小美 但看到熟悉的竹鼠时 他们表现得相当淡定 毕竟 这两只小家伙跟着小美食 也没少吃竹鼠肉 银宝一回到庇护所 便立刻升起了火堆 连日来在庇护所和小院的建设工作 让他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之前那个精力充沛的已经一去不复返 只剩下了略显疲惫的思义 为了补充能量 银宝首先将整只竹鼠处理干净 接着切了不少的山药成块状 竹鼠被它直接放在了炭火汁上烤制 那肉身看起来就像一只小乳猪一般诱人 而山药块则是被放入了锅中加水炖煮 如果说竹鼠是今日的主菜 那么山药便是不可活缺的主食了 随着炭火的炙烤 竹签上的竹鼠肉逐渐变得焦黄 诱人的肉香四溢 弥漫在整个庇护所中 而锅中的山药也煮得烂乎 一看便是入口即化的美味 饿了半天的银宝 迫不及待地片下一大块竹鼠肉 美滋滋地品尝起来 接着 它觉得这样吃还不过瘾 于是直接将整个竹鼠从竹签上取下来 大口大口地啃了起来 尽情享受着大块朵银的乐趣 当然 偶尔它也会加上一小口山药 与竹鼠肉的鲜美形成鲜明对比 不得不说 竹鼠肉的美味实在是令人难以忘怀 今天的银宝可以说是大补了一顿 不仅补充了体力 更享受了一次美妙的野味盛宴 然而 在宁静的夜色中 银宝却迎来了这次荒野求生中的第一波危险 深夜 当大多数生灵都沉浸在甜美的梦香中时 银宝正安详地躺在它简陋却温暖的床上 它疲惫的身体早已沉浸在梦香的怀抱中 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一无所知 就在这时 一条皮皮扇悄然无声地爬向了银宝的床 他的身体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犹如一条黑色的幽灵 无声无息地接近着他的猎物 然而 幸运的是 床上的小猴子比银宝更为机敏 他感觉到了异常的气息 开始在银宝的身上蹦跋起来 试图唤醒沉睡的主人 小猴子的动作终于将银宝从睡梦中惊醒 银宝疑惑地坐起身来 想要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落在了铺盖之上 竟然发现有一条皮皮扇正盘踞在那里 他那冷冽的目光与银宝相遇 仿佛在嘲笑他的无知与脆弱 一时间 银宝吓得魂飞魄散 他猛地掀翻了铺盖 将皮皮扇暴露在空气中 他心跳加速 呼吸急促 仿佛置身于生死边缘 然而 银宝并没有就此沉沦在恐惧之中 他迅速调整心态 从床上跳了起来 站到了床头边上 紧张地注视着皮皮扇的动向 经过一番惊恐之后 银宝逐渐恢复了冷静 他手握木棍 小心翼翼地靠近皮皮扇 他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果敢 仿佛已经做好了与这条皮皮扇决意死战的准备 最终 他成功地抓住了皮皮扇的尾巴 将其向后拖拽着 整个过程中 银宝表现得十分勇猛 仿佛一位身经百战的战士 而皮皮扇则显得有些惊慌失措 他没想到之前还被他吓得魂飞魄散的女人 竟然会瞬间化身为一只凶猛的母老虎 银宝一手拿捏住他的尾巴 一手锁住了他的喉咙 让他无法动弹 不过 皮皮扇也算是幸运的了 如果银宝是大美的话 恐怕他今天就得变成一道炭烤皮皮扇了 送走皮皮扇后 银宝总算是熬到了第二天 看了看菜园子之后 银宝开始了他的早餐时刻 早饭银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炭烤山药 虽然大竹鼠肉的美味令人难以忘怀 但昨晚一顿已经让它消失殆尽 而炭烤山药则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 成为了今日的早餐主角 在这两日的时间里 银宝还收集了不少的树藤 巧妙地利用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树藤床 这张床不仅舒适使用 还为他的庇护所增添了一抹自然的韵味 如今 所有的基本设施都已建设完毕 经过十多天的精心照料 银宝的菜园子已然绿意盎然 生机勃勃 每天清晨 他都会早早起床 开始一天的劳作 今天 他利用剩余的树藤 巧妙地编织起一个小贝罗 这个树藤小贝罗不仅皆是耐用 而且轻便一些 为他的出行收集食材和搬运东西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想象一下 银宝背着这个小贝罗 在山林间穿梭 收集各种食材 无论是采摘野果 还是挖掘根筋 他都能轻松应对 而且 在搬运黄泥土时 这个小贝罗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前后跑了不下十四五趟 如果没有这个小贝罗 只怕要花费半天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银宝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黄泥土 是因为昨晚他遭遇了皮皮扇的袭击 这次经历让他深刻意识到 必须将未知的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于是 他决定采用黄泥土来封堵树藤墙面上的孔洞 这样一来 不仅可以防止蛇虫属 以通过缝隙进入屋内 保障自己的安全 还能利用黄泥土墙面地特性 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 尤其是在炎炎夏日 这样的墙面能够有效地防暑降温 让居住更加舒适 然而 这项工程并不轻松 黄泥土的需求量很大 墙面地抹面工程也相当耗费时间 银宝需要一把一把地将黄泥土抹在墙面上 直到每一处都平滑如镜 整个工程耗费了他大半天的时间 才算是完成了所有墙面地黄泥土覆盖 虽然过程艰辛 但当看到焕然一新的墙面时 银宝心中充满了满足和成就感 墙面工程完工后 银宝的庇护所已近乎完美 但唯独一处安全漏洞亟待解决 那便是大门 庇护所目前尚未有大门守护 这让他深感不安 于是 银宝迅速行动起来 利用锯子锯出几大片木板 他精心拼凑这些木板 用钉子逐一固定 最终制作出一道坚固耐用的木门 银宝在木门的尺寸把握上 展现出了惊人的精准度 几乎做到了分毫不差 这扇木门不仅牢固可靠 而且与庇护所的整体风格相得一张 为他的住所增添了一抹温馨与安全感 经过一整天的辛勤劳作 银宝早已汗流加倍 衣服几乎可以凝出水来 于是 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期待已久的美女沐浴 沐浴过后 银宝换上了一片绿衣盎然的树叶作为衣服 既清凉又别致 展现出一种别样的美 夜晚 银宝美美地睡了一觉 将所有的疲惫都留在了昨天 第二天一大早 他竟然开始做一些看似不讲武德的事情 拿起粗大的木棍捅穿细小的竹筒 接着又拿出烧红的铁签 在竹筒上狠狠地扎上几十个孔洞 这让人不禁猜测 他莫非是要制作一把销 成为传说中的吹销高手 然而 当看到银宝将这个满是漏洞的竹筒绑扎在水袋中后 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他是在制作一个带花洒的水 这个创意技实用又巧妙 用来浇灌那些已经长出第三四片叶子的蔬菜 力度恰到好处 范围也相当广泛 银宝之所以狠狠地给蔬菜浇水 是因为他即将外出寻找食物 他知道 这次外出可能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他希望能在离开前为蔬菜提供充足的水分 以确保他们在自己归来时依然生机勃勃 如果运气好 他当天就能满载而归 如果运气不佳 他可能需要在野外度过两三天的时间 但无论结果如何 银宝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智慧能够帮助他度过任何难关 银宝的运气实在是令人惊叹 仅仅出去一个多小时 他竟然在野外意外地发现了一棵柿子树 这棵柿子树的果实个头大的初期 每一棵都显得饱满诱人 银宝忍不住摘下一棵品尝 那软糯的口感和香甜的滋味瞬间充满了他的口腔 甜度之高令人惊叹 少说也有二十多的甜度群 银宝心中满是喜悦 吃完一棵柿子后 他立刻开始忙碌地采摘起来 就连小猴子也兴奋地爬到树上 想要为采摘出一份力 可惜小家伙的力气还太小 无法胜任这项任务 银宝并没有将树上的柿子一网打尽 他留下了一些还未成熟的果实 同时也为鸟们留下了一些食物 他知道柿子只能当作水果来享用 而他的被篓还需要留下足够的空间来收集主食 这一次 银宝的主要目标是搜寻野生的山药或者板鼠一类的食物 经过一番仔细地挖掘 他终于发现了一棵重达三斤左右的板鼠 然而 这仅仅是开始 银宝继续挖掘 竟然发现这是一窝板鼠 虽然挖出来的板鼠最小的也有一两斤重 但相比之下 它们仍然算是比较小的 银宝知道 最大的板鼠甚至能够达到五六十斤之重 那才是真正的巨无霸 尽管银宝挖出的板鼠没有达到几十斤一颗的惊人重量 但这一窝板鼠的数量却足以让它惊喜不已 尤其是当它挖到一颗个头不小的板鼠时 估计得有个四五斤重 这更是让银宝乐开了花 它似乎已经能够想象到板鼠在自己嘴里跳动的美味画面了 最终 这一大株板鼠的收获颇峰 估计总重量得有几十斤之多 银宝留下了几个拳头大小的板鼠作为种子 以备将来种植之用 其他的板鼠则全部被它小心翼翼地扒拉了出来 由于数量太多 银宝的被摟都无法装下 于是他只得将衣服脱下来装剩下的板鼠 这样一来 背着被摟时 背带勒得他的肩膀有些疼痛 可惜银宝没有厚实的背心 不然的话背起来要舒服得多 不过尽管有些辛苦 但银宝心中却充满了满足和喜悦 他知道这些收获将为他接下来的生活提供丰富的食材 回到庇护所后 银宝立刻将那些新鲜挖来的板鼠一一取出 小心翼翼地马放在墙角之下 这些板鼠将成为他近期的主要食物来源 为他的生活提供丰富的能量 经过一天的劳累 此时正是享受美食的最佳时刻 对于鼠类来说 碳烤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于是 银宝点燃了碳火 将板鼠放入火中慢慢烤制 趁着碳烤板鼠的空闲时间 他又拿起了屠刀 开始处理那些较为生涩的柿子 他咸熟地将柿子的外皮一削去 不一会儿功夫便削出了一大盆柿子肉 接着 他又麻绳将一颗颗柿子肉串联起来 然后挂在屋檐下方 看来 银宝打算将它们制作成美味的柿子饼 完成这些事后 银宝的烤板鼠也到了成熟的时候 虽然板鼠的外表看起来像是焦炭一般 毫无食欲 但一旦剥开表皮 那里面软糯的薯肉便散发出迷缘的香味 银宝迫不及待地品尝了一口 那口感简直让人巴适的板 美味地让人陶醉 这一颗板鼠足够大 足够满足银宝加上猴子和狗子的三张嘴 它们吃得津津有味 享受着这顿丰盛的晚餐 然而 作为一位在荒野中生活的美女 银宝也面临着一些日常问题 其中最为头疼的便是洗澡地点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银宝决定在空地旁打造一个淋浴区 她深知作为美女 一天不洗澡不仅自己难受 观众也会感到不适 于是 她开始了淋浴区的建设 首先 银宝挖出了淋浴区的基础部分 并在上方掏出了四个洞 接着 她将四根木桩栽入洞中 作为淋浴间的主体立主 随后 她又搬来了两根比她腰还要粗的大木头 分别放置在两侧 作为淋浴间的支撑 最后 她在这些大木头上铺设了小一些的木头 形成了一个战力平台 当然 银宝不会让自己露天淋浴 毕竟山中万一有色狼出没可是非常危险的 为此 她在立柱立面间以及淋浴间顶部固定了不少支撑 并收集来棕榈树叶 将它们一分为二后整齐地绑扎在这些支撑之上 这样一来 淋浴间不仅有了遮挡 还增添了几分意见 至于屋顶部分和门帘 银宝则直接采用了一大张防水布 从头扑到脚 确保淋浴时不会受到雨水的侵扰 有了淋浴间之后 银宝便开始考虑水源问题 由于之前建设蓄水池时已经将山泉水接引下来 此时只需增设一些管道即可 至于最末端的部分 银宝则采用了老办法 用烧红的铁签制作出一个简易的花洒 看着水流从花洒中喷洒而出 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完成淋浴间的建设后 银宝终于可以在忙碌一天后舒舒服服地冲上一个凉水澡了 看着他在淋浴间中享受的模样 想必屏幕前的你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 想要对他说 洗干净了等我吧 然而 这一次 洗干净了等我或许真的要应验了 就在银宝美美地睡去后 屋外突然下起了大雨 雨水打在庇护所和淋浴间的屋顶上 发出稀稀利利的声音 银宝在睡梦中似乎感受到了雨水的气息 突然间 庇护所外传来了一样的响动 伴随着闪烁的灯光 打破了夜的寂静 这下银宝的瞌睡瞬间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心惊胆战 银宝虽胆识过人 但此刻也不禁心声警觉 他亲不上前 低声询问门外之人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浑身湿透的猎人 眼中透露出寻求庇护的渴望 银宝心中虽有些许恐惧 但他迅速平复心许 从床边摸出锋利的匕首 藏于被子之下 毕竟防人之心不可污 他小心翼翼地透过门缝 打量着这位陌生的男子 这名男子自称二狗 乃是一名附近的山民 也是一名猎人 他兴奋地告诉银宝 此次狩猎竟捕获了一只罕见的巨型竹鼠 却不料遭遇了暴雨的清醒 当他隐约看到此处有乌射时 误以为是猎人的临时居所 便急忙前来寻求避雨之地 然而 当他看到开门之人 竟是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时 不经惊恶万分 雨停之后 彪哥对银宝感激不已 他深知在这荒野之中 一位女子不顾安危 给陌生人开门是何等危险之举 因此 他决定离去 并将那只珍贵的巨型竹鼠留下作为打谢 银宝虽婉言谢绝 但彪哥坚持要留下 这也算是一次难得的友好交流 次日清晨 银宝开始处理这只重达三四斤的极品大竹鼠 他手法娴熟地将竹鼠处理得干干净净净 悬挂于言下 这几日虽无大事发生 但银宝的生活却过得充实而惬意 他晾晒的柿子饼色泽诱人 红褐色的柿子肉看起来软糯可口 令人垂涎欲低 当银宝轻轻揭开柿子饼的那一刻 那红褐色的柿子肉便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软糯的口感仿佛能融化人心 他决定以这些柿子饼作为早餐 在这荒野之中享受一番别样的美味 甜味能带来愉悦的心情 银宝也在这份甜蜜中感受到了生活的美好 他的猴子和狗子也闻到了甜点的香气 迫不及待地跑了过来 看着他们欢快地吃着柿子饼的样子 银宝的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喜悦 趁着食物上算充裕的时机 银宝决定回一趟邻近的村落 去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 清晨的阳光洒在蜿蜒的小路上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 他背着沉甸甸的布袋 里面装着一些大米和一个精心挑选的桃锅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此行 银宝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更优质的生活体验 桃锅虽然可以烧制 但大米却无法在短时间内种植而成 毕竟山地只能种汉堡 而这个季节已经错过了种植的最佳时机 因此 他格外珍惜每一粒大米 希望能用它们烹饪出美味可口的饭菜 归途之中 银宝的心情格外愉悦 他顺手砍下了一棵芭蕉树 那翠绿的叶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泽 他知道 芭蕉树芯十分鲜嫩 即便是生吃也是不错的选择 于是 他取出几节鲜嫩的芭蕉树芯 打算回家后精心烹制一番 回到家后 银宝开始忙碌起来 他细心地讨喜大米 将芭蕉树芯切成细丝 然后放入锅中慢慢炖煮 米饭的香气渐渐弥漫开来 与芭蕉树芯的清香交织在一起 令人陶醉 今日的伙食格外丰盛 熏烤已久的大竹鼠肉质肥美 切开后露出诱人的纹理 银宝将竹鼠与芭蕉树芯一同放入锅中翻炒 再加入少许食用油和清水 炭火慢炖 那一刻 整个小屋都弥漫着令人垂涎的香气 然而 就在银宝享受着舒适惬意的一天时 意外却悄然而至 夜幕降临 万籁俱寂 银宝被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惊醒 他透过门缝望去 只见一只野猪正在疯狂地啃食他的菜地 那一刻 银宝的心中涌起一股怒火 他迅速起身 拿起一旁的铁锅敲击起来 震耳欲聋的声响在夜空中回荡 终于将野猪吓退了 银宝看着一片狼藉的菜地 心中满是无奈与愤怒 那些原本翠绿欲滴的蔬菜 此刻被野猪啃食的七零八落 他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将受损的蔬菜移栽到其他地方 同时准备砍来大量的树木和竹子 搭建起临时的围栏 以防野猪再次来袭 银宝决定无论未来有多少艰难险子 他都会勇往直前 守护好这片属于他的土地 银宝心灵手巧 首先利用木棒精心打造了两扇结实的大门 并且巧妙地利用竹筒作为门轴 将两扇木门稳稳地安装在了门框之中 以此来起到一定的阻挡作用 确保菜园的安全 接着 银宝又将竹子切割成了整齐滑一的18厘米左右的长度 切割出了一大堆 随后 他又制作出一大批短木棍 巧妙地利用绳索将这些短木棍装进了竹筒里面 当风吹过或者有人触碰时 这些竹筒内的木棍便会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仿佛一串串悦耳的铃铛 银宝将这些竹铃铛围绕着菜园栅栏精心布置了一圈 一旦野猪再次来袭 便会触碰到这些铃铛 发出警示的响声 提醒银宝及时应对 整个装置看起来既实用又美观 银宝对自己的杰作感到颇为满意 然而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银宝还将一把锋利的打野刀绑扎在了一根长竹子之上 毕竟 一寸长一寸强 这样的武器既能保证他的安全 又能有效地驱赶野猪 现在 银宝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只待野猪再次来袭 他相信 有了这些精心的布置和准备 他一定能够守护好自己的菜园 不让野猪再有机可乘 深夜时分 银宝静静地等待着 不出所料 大野猪再次出现在他的菜园外 这一次 野猪触碰到竹子铃铛 发出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尤为清晰刺耳 银宝立刻警觉起来 心中暗自庆幸自己的防备没有白费 见到野猪并没有被铃铛声吓退 银宝迅速拿起打野刀 远远地扔出一根竹子 试图下退这个不速之客 然而 野猪只是微微一愣 似乎并没有打算离开的意思 这下可把银宝气坏了 他毫不犹豫地提起打野刀 冲了上去 大野猪见到银宝这副凶猛的样子 终于意识到了这个女人的厉害 他惊慌失措地转身逃跑 消失在黑暗中 让银宝扑了一个空 连续两日偷袭银宝的菜园地 大野猪显然没有料到自己的行为 会激怒银宝到这个地步 他现在恐怕已经后悔不已 但为时已晚 银宝已经下定决心 要守护好自己的菜园 绝不让这个捣乱的家伙 再有迹可乘 第二天清晨 银宝早早地便踏入了附近的山林 开始了他的搜寻之旅 经过一番细致的探寻 他不仅发现了大量野猪活动的痕迹 还远远地瞥见了 几只活泼可爱的小猪仔在嬉戏 然而 想要直接捕获到成年野猪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 银宝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选择了一处野猪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 准备在这里布下一个陷阱 他手持铁铲 怒气直满格 切土的速度快如闪电 框框框的一顿猛干 对于这只杆连续两天打扰他轻梦的野猪 银宝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耐心 他决心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麻烦 而且 他也很馋那鲜美的野猪肉 为了让野猪毫无翻身的机会 银宝可谓是费尽了心思 最后 他竟然挖出了一个一人深的超级大坑 好在这里的泥土还算柔软 否则即便是挖上一天一夜 也不一定能够挖出这样的深度 然而 挖出如此之深的大坑 银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的手上磨出了水泡 最后更是磨破了皮 伤口不止一处 但他却毫不在意 只是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只为了能够成功捕获到那只野猪 一切准备妥当 银宝特意选取了一丛老竹 他们的年纪虽长 却更显坚韧 之所以青睐老竹 实乃因其质地坚硬如钢 用以锻造竹剑 杀伤力定能倍增 给野猪一个痛快 而那些嫩竹的话 竹子内壁很薄也很软 脆弱一舌 怎能与野猪的蛮力相抗衡呢 银宝心怀决绝 精心准备了二三十根双刃竹剑 他们的锋芒 足以覆盖巨坑之下 那三平方米有余的地面 此番 它是要让那野猪尝尝厉害 将它的嚣张气焰彻底打压 竹剑一一装入被笼 银宝部里坚定 将其带至陷阱之地 它深知 要使野猪无处可逃 竹剑必须稳固如山 扎根于锯坑之底 于是 它挥舞手里产 于坑底精心开凿出一轮轮圆形的凹槽 宛如精心雕琢的玉盘 这些凹槽 便是竹剑的归宿 它们倒立其中 剑剑向上 如同等待猎物的猛兽 银宝回填土壤 小心翼 确保每一组竹剑都能稳稳地屹立于地面 如同森林中的参天古墓 坚韧不拔 如此不止 野猪一旦落入陷阱 必将被竹剑深深刺入 无处可逃 那密集的竹剑 无论野猪从哪个方向 以何种角度落下 都至少会有两组级以上的剑韧刺入其身 不得不说 这大野猪此次真是遇到了克星 得罪谁都不要得罪银宝 否则他的命运将如同落叶般飘零 连死亡的瞬间 都将是如此的凄惨 银宝的智慧与决心 如同璀璨的星辰 照耀着这片土地 守护着他的安宁与和谐